傳媒朋友和來芬 歡迎出席今日 世界IPv6啟動會動的新聞檢報會 我們會一齊率先了解IPv6的功能 今日莫乃光先生和謝惠昆博士 將會分別為我們講述IPv6的作點 以及香港互聯網協會最近推出的 IPv6認知統計的情況 他們之後也會解答傳媒朋友的問答 事不宜遲 我們首先會邀請今日新聞檢報會的嘉賓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賴錫中先生為我們支持 作為一位資深的資訊和通訊科技專業人士 賴先生有豐富的業界經驗 包括統籌和推行資訊科技項目 促進業界的專業發展 以及推廣社會應用的資訊科技認證 我們有請賴先生 謝謝各位傳媒朋友們 2012年6月6日 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為今天是 World IPv6 Launch Day 就是我們啟動 全球一起啟動 中文叫互聯網規約版本6 我們簡稱IPv6 我想大家也不用說 為何會出現IPv6 就是因為IPv4 在網絡訊號上的地址 已經不夠用了 剛才我們在這個 seminar 已經聽到有些地區 全球分開五大區 有些地區 今年已經用到不夠用 其他的一兩年內都用了 那麼IPv4 它是用32個bit的一個 那IPv6是128bit 大了幾多倍 我計算機不夠 今早報紙 曾經說是大了1,600億倍 我想大家要確認一下 這是否要證實 我來的時候 在車上按過 我繼續計算不到 這個是全球我們採用 網絡的人越來越多 那我一定是要做的 我在這個時間會介紹一下 香港政府在推廣這個IPv6的工作 做了些甚麼呢 香港政府就非常支持採用IPv6 並且鼓勵我們資訊及通訊科技界 即ICT界推出能夠支援IPv6的產品和服務 現時香港的互聯網基礎電池 所謂Internet Infrastructure 已經可以支援IPv6 而市場上也有很多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提供的IPv6的服務 政府也都認為 業界應該依據業務的需求 去採用IPv6 而IPv6正是我們數碼21 資訊科技策略 Digital 21 ICP Strategy 我們採納了的主要技術之一 政府就注意到 IPv4的地址空間很快會用完 所以也開始採用IPv6 我們早到在2003年 政府已經撥款支持香港學術及研究網絡 這個叫HARNet Hong Kong Academic Research Network 他們連接到北美的IPv6網絡 差不多是早十年前已經開始工作 這是以方便在專上學院去開發 一些IPv6研究的學務 政府的主要網絡 亦都在2008年進行一個所謂的網絡提升 亦都給政府部門的系統可以採用IPv6 來互相連接 而在2009年 政府亦都加強了中央互聯網 網絡通信集系統 所以是Internet Gateway 給公眾可以使用IPv6 去登入超過200個政府的網站 或者是透過IPv6 去使用電子郵件 和超過60個政府的局 和部門溝通 除此外 政府亦都內部的用戶 提供網上應用系統托管 和應用系統信息交換服務的 電子政府基建平台 亦都開始支援IPv6 一些政府的網站 好像經常跟我們推過的 政府一站通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網站 和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的網站 已經通通亦都獲得IPv6 論壇頒發的IPv6網站認證的標章 在政府內部 OGCIO也在2008年 在政府內聯網設立了一個專題網頁 去推廣IPv6 並且安排舉辦IPv6的專題訓練波程 和研討會和一些給我們的同事交流 大家的經驗 除此之外 我們辦公室也都建立了一個IPv6的測試設施 給部門去測試他們的電子服務 是否符合IPv6的設備 在我們政府的資訊科技產品上 被承辦協議 亦都要定名網絡設備 必須能夠支援IPv6 在對公眾方面 在今年將會稍後 大約是11月左右推出的 新一代的政府Wi-Fi無線上網服務 亦都可以同時支援IPv4和IPv6 方便市民使用現在日漸普及的IPv6網上服務 此外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文書 亦在去年年中 推廣公眾和中小企對IPv6的認知 並且向一些非貿易機構 徵投建議書 經過評審之後 在去年的10月 就贊助推行一個 由香港互聯網協會 倡議的啟動IPv6計劃 這個計劃亦都分階段推出了 一系列的宣傳產品和活動 並且建立了一個專題的網站 舉辦了一些展覽和四場 針對不同階層對象的研討會 並且透過不同的渠道 包括宣傳的小冊子、動畫、廣播劇 媒體訪問和專欄文章 去推廣IPv6 這個計劃亦都會在差不多今天 會推出IPv6消費者的節 就可以了 稍後 開啟了之後 亦都會在網站提供給公眾 和中小企業 有一些IPv6的使用指導 剛才我說過 所謂啟動IPv6計劃的內容 這個計劃 我們稍後留給Charles和大家分享 我和大家分享的是這樣 非常多謝奶先生 接下來我們會邀請香港互聯網協會創會主席 兼啟動IPv6計劃的主本 莫乃光先生為我們分享今次 世界IPv6啟動活動的情況 有請莫先生 好 多謝 那我就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我們 其實在香港 尤其是由我們開港互聯網協會 亦都很高清在國有 好像剛才 但是香港由去年底開始 就有這個IPv6 in action的計劃 就是支持我們互聯網協會 就是推動香港的IPv6的發展 其實我們會過去幾年 都已經是未在這個計劃之前 都已經開始注意到 尤其是香港對於發展IPv6的機會 因為亞太區 其實剛才大先生都提過 是第一個全球的五大地區之中 第一個是沒有了 是頂級的分配機構那裏 是派了IPv6的提示 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區裏面有兩個 最大的人口的國家 亦都是發展互聯網的速度 是最快的國家 就是中國和印度 但是IPv6的歷史就告訴我們 就是這些地址 早年被人最初分配的時候 亞洲可能發展 和一些其他發展中地區 當時來說是比較慢 分得比較少 比一些歐美的地方全霸大 所以他們其實到今天 仍然是未用盡的 但是歐美都在今年和明年分別 就是今年歐洲 明年就是美洲 北美都會用盡的了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過去那十年 都已經在一個越界裏面 尤其是研究方面的一些人士 因為商界可能接受 可能會慢過一些研究者 在科技研究方面 網絡的科技方面 其實這方面都一直是一個很大的 希望找一個方法 是怎樣可以推動全世界的 聯訊商 一些科技的產品的製造商 以及用戶 可以這麼快去使用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都幾年前就開始做很多訓練 做很多就是對於 尤其是因為我們覺得 第一樣科技人員 就應該先認識 甚至乎就應該去接受一些 IDV6的培訓 技術方面的培訓 讓他們知道怎樣安裝 運作這些網絡和儀器等等 所以那個工作 我們大概四年前已經開始進行了 其實一直很多都是 今天這裏地主 這裏主場 Cyberport 就是他們幫忙一起去做的 這方面 因為Cyberport 當然也是政府的部分 在這方面 其實今天雖然他沒有代表 我也要講一下 他們其實做得很好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 整個網絡都是支援IPv6 而且他們甚至乎 還是全球的IPv6 forum 就是剛才提到的 IPv6的論壇 這個國際組織 就是負責認證 為這些IPv6的儀器和一些網站 提供認證的這個機構 就是他們是香港的代表 所以香港的IPv6 forum 其實就是寄居在這個數碼港 所以在這方面他們其實做了很多事 我們也跟他合作做了很多訓練 從去年12月開始 我們特別做了認證的工作 透過和一間 現在全世界來說 是提供IPv6的網絡 比較大的一間公司 提供一些訓練 也有一個免費的認證的工作 就是給這些香港的網絡工程師 在他受了訓練之後 或者他自學都好 他就可以去考這個認證 至今已經有超過一百個 香港的網絡工程師 就是認證成功 其實這個數目已經是 全亞洲來說 我們是以一個地區 一個國家地區來說 排名是最高的 當然了 現在就有人識 就需要更加多的adoption 更加多的使用 所以就來到我們這個IPv6日 因為這個IPv6 今次是啟動 IPv6 launch 因為去年的6月6日 第一次全球互聯網協會 舉辦這個IPv6 day 這個World IPv6 day 其實去年就是測試性質 一天24小時 試一下有什麼問題 就是當時很多的大公司 包括尤其是一些全球性的內容供應商 因為他們覺得 今天大部分人上網 其實這個活動 很多時候都是去上網 去找資料去網路 所以很主要就是一些內容供應商 要嘗試將它的服務提供 是用IPv6的網絡上 制式上去提供 然後就看看有什麼技術的問題 去年的基本上 就是發覺問題不大 過了24小時 都一切暢順 基本上 一些他們原本想著會發生的技術問題 大致上都看到都是營控制之內 所以吸取經驗之後 今年他們就決定 即是全球我們的回聯網業會 他們決定和一些其他支持組織 和一些主要的回聯網公司 決定今年就要搞啟動日 所以意思今天之後 這些網站 包括很多國際的內容供應商 好像Google、Facebook等等 甚至一些遊戲公司等等 和義氣製造商等等 他們會將它的網絡 和他們網上的服務 是由今天開始 其實有些已經記錄 一兩個星期前 一直都開始 他們不會等到今天 因為懶得今天有什麼問題 一開始 早兩個星期 其實發現沒有問題 這些公司 其實都已經打算 這些服務 會繼續維持 在IPB6網絡的制式下運作 是不會停的 從今天開始了就是 當然我們希望 要更多的公司 都同時參與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發展後 其實製造的事情還未完成 我相信全世界來說 還需要很多的 尤其是電訊商等等的支持 回到後 就會看到 我們其實在香港的發展 其實是非常之不錯的 香港 幸好政府在這方面 早幾年開始 剛才賴山都提到 已經將它的骨外網絡 政府網站 一一推上IPB6 其實比較區域裡面來說 其實這個都算是 其實做得很快的 另一方面 我覺得真的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剛才提到的 政府無線網絡那方面的運作 因為第二代的交Wi-Fi 如果出了之後 會支援IPB6 其實對於香港的電訊供應商 和網絡供應商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推動 或者帶領 這個帶領就是 他們都會覺得 可能真的有需要 要快些提供多一些的 IPB6服務 因為用戶會陸陸陸做速 就是知道和期望 它的供應商 一定要提供到這些服務 當然 也因為接下來 這個4G的推動 也應該對IPB6 有一個很大的推動 因為其實4G的網絡商 根本現在 將會都不夠解決地址 它自己也不夠 它自己也不夠 它自己也不知道去哪裡找 找不到那麼多 所以其實它自己也有必要 以及在LTE的制式下 其實本身都已經支援 所以今次我們希望 我們今天提供的 Consumer Guide 消費者指南 這一本的資料 包括如何把你現有的網絡 電腦等等 去把它利用現有的一些網上的 好像Tunnel 隧道服務等等的做法 就是將你的電腦 今天可以應用在IPB6上 甚至希望如果有些情況 可以有直接的IPB6的connection 那就更好了 但是這一份的資料 就可以給現在基本上 香港所有的互聯網的用戶 今天就可以嘗試 去試一下如何可以上到IPB6 然後去習慣這個新環境 我覺得這一方面 其實尤其是對於我們下一代 年輕人會更加重要 因為我們的世界 我想用多二十年的回憶 可能仍然是有IPB4的 都會共存的 但是到了今天的年輕人 到他們成長了之後 可能他們面對世界二十年之後 陸陸陸陸續續就會不忘了 什麼叫IPB4 那個世界 純IPB6的世界 將會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 希望做這個 讓網絡持續的推動 其實是真的為了回報的下一代 為了我們下一代的動力 我介紹或者就說到這裡 Thank you very much